那么刚才我们说了普世毕业司 他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你的训练级误差大的话 误差大 你说你们训练级误差大的话 你的结果肯定不好 其实就是说你这个里面的词 词建立的时候 它这个词是哪些词 你重要的词 如果不是这些代表性的 反映文章主题的 对吧 你混了别的词的话 肯定会有影响的 那么普世毕业司 他不需要调仓 注意了 这个算法是不需要调仓的 你说要记住 那你叫不需要调仓 那上午我们k经理是不是需要 需要吧 后面以及我们下午还要讲的 这个决策数随身灵都是需要调仓的 对吧 那这个他不需要调仓 那么接下来 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普世毕业司算法 他的这样一个特点 他的优点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他因为有这样一个数学的理论知识 所以他的分类效率是非常高的 或者说他的分类是非常准确的 只要你的数据集没有问题 你的这个分类就肯定是准确 第二个 对于缺失数据不太敏感 算法也比较简单 常用于文本分类 缺失数据集不太敏感 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我这个文本当中 对吧 我这个文本当中有一些这个字段 或者有一些句子没有了 有没有太大影响 不会啊 不能说这个我这个算法就做不了 是不是这样 对吧 你少了一个词少了一个句子 对我进行这个概率计算的没有影响 这是他的一个这个特点 然后呢 他的这个分类准确度高 速度快 那这个当然这个 你可能感觉到不明显 对吧 这个当你的数据量大的时候呢 他的分类准确率啊 是比较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准确率 对吧 这当然他已经固定了 你没有办法去调了 这也是他的一个缺点 你没有办法再调了 好 那么 他的缺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第一个 由于使用了样本独立性的假设 这里我们还要提点 我们在这里进行文本分类 使用这样的方法是假设什么呀 某个词跟另外一个词出现的 是没有关系的吧 对 是吧 哎 我们是假设了文章当中 一些词 与另外一些词对吧 另外一些词是没有关系的 是独立的 没关系 你的出现不代表我也会出现 对吧 那我们是做了这样一个假设了 那这样的一个假设 对于文章来讲 有时候并不太准确吧 对吧 所以这个假设 不太靠谱 比如说他这个假设不太靠谱 那后面我们会说其他的方法 好 那么这是他第一个 这样的一个缺点 第二个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已经假设了什么 假设了我们的这个 这里没写啊 我们已经假设了 我们是在训练集当中去做的吧 那是在训练集当中去进行统计的 进行统计词 这些工作 那这个里面刚才说了 如果你的文档当中有一些这个比较 对吧 词语比较多的 这些文档 那你这里面就有可能会造成干扰 对吧 会会被结果 所以只要你的训练集准备的非常准确 然后比较充分 或者说这里面的这些文章的都有代表性的 你就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那这就是朴素贝耶斯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那我们说 其实现在那我们这个朴素贝耶斯 对吧 他上场的就是在什么 文本分类对吧 这个经常会说这样的一个文本分类 但是呢 其实现在会有很多的其他的方法 那包括我们后面会说的 这种神经网络的一个方法 它的效果是要比朴素贝耶斯呢 是要好一些的 还要注意到 这个效果是要好一些 效果要好 具体为什么 我们会到这个具体算法的时候再说 对吧 他怎么去进行统计啊 词啊 这些特点 好 那所以呢 我们朴素贝耶斯呢 你可以在以前呢 其实这些垃圾邮件啊 等等等等 他们用的这个算法去精分量 其实就是朴素贝耶斯 啊 大多数就是这样去做的 那现在呢 会有一些新兴的这样的一个算法 去出来之后呢 哎 可能就可以拿到 拿着别的这些算法去做 这个东西了 当然我们也会去介绍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朴素贝耶斯算法 它的一个有缺点 总结 对吧 按摩